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记录了他在岛上发现的各种生物资料 可随后杰克却陷入了迷茫 笔记中灰暗的画风 使人的怪兽 这一切都偏离了一个科学工作者正确的世界观 而就在第二天晚上 屋外突然想起了奇怪的声响 紧接着杰克便看到一张戴谱的爪子从门缝伸了进来 受到惊吓的杰克立刻踩了上去 并随即躲到了木屋的地下室 他还从缝隙中刺中了一个怪物 受伤后的怪物一阵身影便跑了出去 杰克则心惊胆战地熬过了这恐怖的一夜 次日天亮他跑到灯塔 试图从格鲁那里得到答案 但格鲁却闭门不见 无可奈何的杰克只能自己加固小屋 搭建了防御 幸运的是他在木箱中发现了一把步枪 当晚那些怪物们便再次来袭 杰克的子弹根本无法应对 于是他只能点燃了壕沟里洒满了灯油的书籍 火光照亮了黑夜 驱走了怪物却也将木屋点燃 无奈之下 杰克只能身披床单冲了出去 并在黑暗中艰难地度过了一夜 天亮之后 看着被大火摧毁的小屋 杰克便拿上步枪 准备找格鲁问出真相 可当他埋伏在暗处时 一个蓝色的怪物却突然向他扑来 杰克迅速挣脱 然后用枪对准了怪物 闻讯而来的格鲁则表示怪物不会伤人 他还邀请杰克前往灯塔 之后两人便来到了小屋整理了剩余的物资 并在天黑前将物资抬往了灯塔 但连日的疲惫让杰克很快陷入了昏迷 醒来之后 他发现怪物正在舔尸他的伤口 而被舔尸过的地方竟然不再疼痛 格鲁则告诉杰克 这种怪物生活在海里 每当夜晚来临 它们便会爬上海岸试图消灭岛上的人类 但好在怪物惧怕灯光与火焰 所以他已经调整了射灯照射海岸的机制 可身性怯弱的杰克 只想赶快离开这个恐怖的小岛 格鲁则告诉杰克 除了每年一次的补给船 期间根本不会有船只经过 当晚怪物再次来袭 杰克却被这种杀戮吓退 现实的打击加上亲眼所见的震撼 让他忍不住昏了过去 天亮之后 格鲁狠狠地痛骂了杰克的懦弱 并命令他去打水 于是饱受折磨的杰克只能照办 可当他返回之后却发现 格鲁正在利用那个雌性怪物发泄着兽欲 而就在当晚 格鲁将杰克反锁在了屋外 让他独自面对恐怖的怪物们 在经历了一夜的血战后 杰克成功地存活了下来 格鲁只得才接纳了他 两人也很快开始了白天加固防御 夜晚杀戮的生活 而在与雌性怪物相复的过程中 杰克也对这个浑身蓝色 肌肤冰凉的怪物有了好感 他还瞒着格鲁为怪物起名为安娜 由于多日没有遭到袭击 让两人都放松了警惕 他们看到怪物后才想起 射灯还没有启用 于是两人随即开启了射灯 但这时大批怪物已经逼近 两人寡不敌众 很快便耗尽了弹药 格鲁也在逃跑中负伤 幸好两人及时躲进了灯塔的玻璃屋内 他们这才熬过了一夜 第二天 安娜为格鲁小心地治好了腿伤 而补给的减少与意志的消磨 让杰克离开的想法愈加急切 凑巧的是 他又发现了一艘路过的货轮 但让杰克没想到的是 格鲁早已精神失常 他并不想让人蹬倒 打扰他统治的世界 可杰克被打倒后 安娜却向格鲁亮起了獠牙 让格鲁气愤不已 他随即便狠狠教训了安娜 之后杰克去看了安娜 并将自己用金鱼谷雕刻的小船 拿给安娜看 受到启发的安娜 则带着杰克前往了一个小海湾 在那里杰克发现了一艘搁浅的小船 杰克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格鲁 可格鲁毫不惊奇 原来 这艘小船是路过此地的一艘军火走私船触交所致 而飘上岸的火药早已无法使用 但杰克却提出 可以利用潜水服去打捞走私船上的火药 一举消灭这些怪物 格鲁起初十分反对这种冒险的做法 可当他发现杰克与安娜越来越亲近后 便决定利用此事除掉杰克 毫不知情的杰克很快就潜入了海中 起初一切顺利 火药也陆续被打捞上岸 可杰克却发现四周有怪物出没 受到惊吓的他随即发出了信号 希望格鲁将他拉出水面 但格鲁却不为所动 幸好杰克脱掉了沉重的潜水服 自己游回了小船 这才逃过了一劫 之后两人拆开了打捞回的炸药 并将其中还没有报废的雷管 铺设在了灯塔附近 可随着冬天的到来 怪物却消失匿迹 格鲁在纷飞的大雪中坐了一夜 也没有等来怪物 差点被冻死的他认为 是安娜为同伴通风报信 于是他当着杰克的面 狠狠殴打了安娜 当晚发疯的格鲁又将安娜拖出灯塔 让他呼唤同伴前来送死 安娜在大雪纷飞的黑夜痛苦嚎叫 在他的呼唤下 怪物们也很快蜂拥而至 可杰克却忘记把之前拔掉的火药线接上 于是格鲁只能继续为杰克提供武力支持 让他重新接好了火药线 外围的火药随即被成功引爆 怪物立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可格鲁却再次启动了第二圈火药 由于距离灯塔过境 两人都在爆炸的余波中陷入了昏迷 幸运的是 天亮后杰克醒了过来 格鲁也没有大碍 在清理惨烈的战场时 杰克再次见识到了格鲁的冷酷 而灯塔附近遍地的尸体 让怪物们在深夜嚎叫不止 格鲁则告诉杰克 当年他听到安娜的嚎叫 才选择救下了他 安娜为了报恩 也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成为了他孤独时的慰藉 四日天亮 杰克发现了醉酒沉睡后的格鲁身边 仿着一个盒子 基里出现的那个女人 杰克这才意识到 所谓的格鲁就是上一任七项战长维格兰 日暮时分 杰克在浅滩发现了一个幼年怪物 小怪物看着他扔进十圈内的火把 十分好奇 便慢慢爬了过来 而礁石后 安娜带着自己的族人也走了过来 他们毫无恶意 似乎想要与人类达成和解 但这时格鲁却拿着枪突然出现 他还用武力威胁安娜回到自己的身边 而眼见安娜无动于衷 害怕被抛弃的格鲁又自言自语地返回了灯塔 但就在杰克想要与安娜的族人达成和解时 格鲁却从灯塔发射信号弹击中了小怪物 眼看自己的族人再次惨遭不幸 悲痛的安娜便带着族人逃回了海中 而愤怒的杰克则冲回灯塔 准备狠狠教训格鲁 但他却被格鲁轻松击倒 就在格鲁准备动手杀人时 杰克大声喊出了格鲁真正的名字 艾尔多维格兰 这个名字的回归让格鲁再次找回了理智 他随即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灯塔 而无数怪物早已等候多时 他们很快就将格鲁生吞活泼 不知过了多久 路过的军队前来解救杰克 可睡在格鲁床上的杰克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 而是告诉他们杰克已经因病去世 接着他缓缓走出灯塔 看见了附近的三艘战船 只是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曾经的光芒 因为杰克不再打算离开这座孤岛 而是选择默默守护这里的秘密 《冰夫传说》是一部2017年的科幻电影 本篇在很多细节上表达的并不清楚 这也可能是评分较低的原因 而在电影中 上任气象战长维格兰 独自在一座远离文明的孤岛上生活 但他却在与怪物们的战斗中 渐渐扔掉了理智的皮囊 彻底释放了心中的兽性 他化身格鲁 想要成为这座小岛的主宰 他控制着因为感激他 而一直陪伴在他身旁的安娜 他阻止杰克想路过的全员求助 以免破坏他的统治 而同样与怪物战斗的杰克 却坚守住了人性 虽然他最后也抛弃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选择成为格鲁 但在我看来 他并没有被兽性所控制 他这么做只是想守住这里的秘密 保护安娜与他的族人不受伤害 在前后两任气象战长中 他们一个选择了兽性 在与怪物的战斗中渐渐变成了怪物 而另一个则选择了人性 并最终选择与怪物和解 而在电影的开头 那句尼采的名言似乎就是本天的主旨 与怪物战斗的人 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 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你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